D noi c'è il qu not Webinar e chi e il qu'è dit e qui qu'è di Noel C'è Pire 對對對 關於廢棄燃燒塔 過去如果我們印象中看到說 這個沙烏地阿拉伯那個油田那個燃燒塔 24小時在燃燒 或者是說天然氣田24小時在燃燒 那個就是還沒有使用的能源 那過去石化廠內油廠的廢棄燃燒塔 基本上也是這樣在燒的 那後來因應環保的這個要求 我們現在所有的廢棄 過去要燒掉排放掉的 就引回來當作燃料來使用 那麼這一部分是我們響應政府的政策 做了很大的改變 那當然偶爾這個會有些意外 會有跳車 那跳車這些半成品或者是原料 或者是成品為了緊急應變 那就到廢棄燃燒塔就燒掉 不過現在的控制在五分鐘十分鐘以內 那我也要求我們的廠裡面必須要操作要熟練 過去當跳車的時候基本上不會有減量 就是input不會減量還繼續生產繼續燒 但是我們現在採取的動作是只要跳車 那雖然有一部分到廢棄燃燒塔 但是我們必須減量 那這個減量事實上是有一些損失啦 因為我們生產的東西是直接到中下油去的 所以我們這邊減那邊也減啦 但是我們必須慢慢減量下來 控制這個廢棄燃燒塔的量跟時間 那我們對林田廠要求也相當嚴格啦 就是說如果因為操作程序的問題導致跳車 我們的這個儲儲是非常嚴厲的 那麼這個向署長來說明 所以總之今天非常感謝署長 還有我們環保局來督導 那麼因為這個中央跟地方的這個督導 讓林田廠還有這個改善的這個空氣 空氣品質的這樣的改善 那未來能夠持續繼續加強 那所有設備的操作也好 剛才這個秘書長所提的 包括觸媒的更新 讓我們生產的效能也會提高 當然排污就減少了 這個再次歡迎也感謝中央長官 跟市政府的立地督導 還要感謝我們在庭院的鄉親 鄉議員對林鄉議員的支持 大家鼓勵 感謝大家 謝謝 謝謝全總組長 那接著我們華包署 李英元理所長來跟大家支持 歡迎理所長 謝謝 金鐵騎東還是社會政府 他對環保立委 環保局長 富士長 今天是自己來看 我相信我們鄉親 應該可以期待 剛才秘書長 當時都已經說到這些作為 我有說這個維碼的維碼 危機的回收 如果減少這個物業 就真的省10億 我所知省10億的燃料費 還要是替公司 還要替國家賺錢 這是好事 所以 還有我們的任務委員、韓國文、民立代表 也都在那裡關心 因為我們高雄地区 我現在每天起來一定要把這個 這個過度了 這已經是職業病了 職業病 我們高雄的東部是綠色 綠色就是非常優良 北部是黃色 黃色是還可以 但是我們高雄就是 現在是紅色 紅色就是我們一般人也要開始注意 所以今天有藍天 我們剛才錄影的時候 我看一些海影面還有藍天 就像今天這個堂有藍天 但是呢 紅色我們沒辦法萬一 我們希望可以自救地步 換黃色來錄影 剛才郵鼻師長有說 我們在蔡局長協調之下 現在我們就是一些自主的作為 三五分鐘 由我帶出來 這個降災 沒有 從這裡開始說了 我們說秋冬也有好空氣 是不是秋冬也要好空氣 也要好空氣 因為最近在中國 今天每次播出就看 中國那個央視大樓 那是很大棟的一棟房子 我都看都沒有了 我們希望八五大樓 高雄八五大樓的發生這個項目 發生這個項目 發生這個項目 10台車就只有兩台車的酒樓 他們現在 0123456789 這個尾數的這個車號 現在聽說只有兩支可以上路 那些項目就要好好投降 我們也不用帶到這個項目 我們台灣就沒有辦法 如果夏天就比較好生 夏天就比較好生 夏天就比較好生 如果夏天就發生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也是要愛好空氣 下一張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有套櫃的減量 減量以防對這些黃色 紅色 往那個綠色的方向來做 就像剛才蔡局長 他這個企政府 這裡已經向這個星達電廠 來協調說 那是16個車站有四個 就四分之一的車站 達到紅色警戒 都會來減少燃眠 加多利用燃氣 燃氣再來減載 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有一個機制 六個月家式來比賽 來比賽 所以不只是我們國演事業 任何的公司行號 也有使用各式的燃燒的 這樣的鍋爐 希望能夠來競賽 所以是說第一名 有一千萬的獎金 第二名八百萬 一般的縣市 是這樣的一個機制 那我們希望是全面性的 全國的來努力 來努力 下一張 另外一個 慢路是講成的機制 如果說 如果它維持冬天的冬季 空氣不良的季節 秋冬的季節 如果你的產能都沒有下降 我們就 甚至去調升費率 調升30到40%的這個費率 這是千元 是千元 我想加起來 對這個成本的增加很多 增加很多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 不只是移動污染源 來努力 希望這個固定的排放源 會來加強 我們特別感謝 這個中油公司 尤其林聯廠 已經做這個改選 以前這個改選 這個改選的結果 我們讓這個地方 我如果說不對 連蔡處長 我們今天的環保署 我們有蔡宏德處長 還有我們張勝清 這個監製處 還有我們李之堅 大家趕快鼓勵一下 我都是心頭都在做的 蔡局長 可以說是現在用每天都在聯絡 每天都在聯絡合作無間 有意的就是 要讓我們的 個用事 南部地府 都有一個好空氣 因為這樣的努力 因為中油公司的這些努力 包括剛剛所講的 加強氮氧化物的排放效能 減低 我想這個部份 有證明你在這個地方 當時你一定 全力幫你支持 這個部份開銷做你幫忙 做你幫忙 要加料的錢 那叫做酵素 尿素 來減少氮氧化物的排放量 所以讓臭氧的濃度 已經達到二級防治區的追蹤 已經比較好就對了 目前AQI 空氣品質指數 兩個大指標 一個就是PM2電池 一個是臭氧 所以電池電池已經在努力 臭氧已經達到 已經降到二級的防治區 有進步 這讓我們把中油公司打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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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你看 我們這裡在努力 你的感受上一次 這兩年有改善 還要再一年 如果再一年達到二級防治區 我們就可以這樣宣佈了 所以是這樣的一個努力 希望能夠回應鄉親 要提供生活的訴求 我相信在我們當事長的領導之下 在我們共町和空保處 大家做的打招之下 我們一定會往這個目標來努力 他會給大家的民眾 看來參與 你不要說你 麥克風在做 11月18日 你就是火鍋 如果沒有那個就加這個 所以說 民眾共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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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今天是民眾 大家共町 民眾共町 我曾一幫 民眾共町 民眾共町 你隨便講 民眾共町 你隨便講 民眾共町 你隨便講 民眾共町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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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要改革問題就是 工町的運作上來的時候 他主要是要來處理工町 來拯救這個故障的設計 或是這個討論 你如果說我們在鄉親有訴求 買了議員 我們可以專領的工 那沒有問題 所以不一樣的目標 要不一樣的做 你前到六月了 要留下了 沒問題 絕肯閉 會讓人拿來 暫時宵散場 他在忽略 他在等下了 他在等下了 他也在等下了 這 ws 你還沒有 他在等下了 他在等下了